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南韩人气男星全向右甩开偶像包袱 推出喜剧电影大话特务 片中他华身金牌特务 为了一元梦想 隐姓埋名当其网络漫画家 却屡屡受挫 一气之下 他将过往特务人生画成漫画 没想到获得好评之余 也引来情报局和仇家上门 另外英国作家 曾奥斯丁的经典爱情小说 再次搬上大荧幕 电影《爱马》描述一位 聪明漂亮的富家千金 喜欢为身旁的朋友作媒 他对爱情的误判 让意外不断发生 但也为自己找到真爱 改编自英国作家 曾奥斯丁备受欢迎的著作 电影《爱马》重新演绎这部经典爱情故事 内外兼具的富家千金并不急着结婚 反倒积极为身旁朋友作媒 看似对爱情辽若指掌的他 试图撮合朋友与镇上的牧师 但事情发展出乎意外 原来牧师追求的目标是自己 接连的失算让他的计划一一变化 但他也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真爱 南韩喜剧电影《大话特务》 避免身手矫健的国家情报局特务 却因为埋藏在心中的梦想 逃离特务身份 影信埋名成为网路漫画家 但多年下来 他的漫画乏人问津 还常被网友攻击 转职不得志的他 将过去的特务人生画成漫画 上传后一戏爆红 却也让昔日特务长官跟仇家找上门 南韩喜剧片《明明会说话》 找来实力拍影心理心名单纲 化身韩版杜利德 与众多动物一同搞笑 故事讲述资深情报探员 接下中国外交大使熊猫出访的护送任务 无料被恐怖分子袭击绑架 他却意外获得可以和所有动物沟通的超能力 讨厌动物的他 为了挽回失败的任务 只好和绑架案唯一的目击者 领选合作合力丢出犯人 纪录片《狂飙一梦》 聚焦台湾近四十年来民主化历程中 热情投入党外运动的基层运动者 了解他们当时起身反抗的原因 以及离开街头与革命后 各自的日常生活 电影中记录的两位主角 年轻时积极投入反对运动 追求心中理想 等到了步入中老年不再冲锋陷阵时 心中的梦还在 但现实生活反映了年轻时热血冲撞的代价 中央社综合报道 洛杉矶旅游季冒险展是全美最热闹的旅游业盛事之一 台湾观光局每年都会参加 今年主题定为吉良山脉旅游年 宣传台湾山脉旅游 获大会颁发国际展观奖 旅行社业者指出 台湾拥有得天赋后的山林之美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多达268座 从平地到高山只要四个小时 就能看进各种不同的生态 值得向世界分享 我非常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台湾爬山 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 除了百岳以外 我们有16个原住民族 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部落跟地方的人情历史 洛城侨胞组成的顺天联合基金会 也带来将悲难族传统舞蹈 融合创新流行元素的表演 除此之外 今年观光局也锁定高消费力 高旅游频率的LGBT族群 在网路上拥有13万粉丝的洛杉矶网红欧文 他也向在场来宾分享 去年10月来台参加同志大游行 并到台湾各地观光的心得 在昨天那时很多人 仍在窗户在台湾 都将去找到社会 这为我们非常严重 然后去那里 会超过百万千人 为我非常突然 祝福祝庆祝庆祝很大 每个人都都穿在各种服装 然后颜色 所以说这为我非常非常严重 看着很多人 在亚洲上的祝福祝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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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蔓延 人心惶惶 也間接影響全球旅遊業 觀光局駐洛杉磯辦事處 向國際旅客信心喊話 強調台灣安全的醫療品質 台灣是非常安全的 我們有非常好的醫療團隊 還有醫療的防衛系統 所以只要國際觀光客 你到台灣 其實你是可以很安全的去旅行 即使在大自然區域 你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台灣管的攤位上 有航空公司 旅行社代表 以及飲料業者 帶來寶島最夯的珍珠奶茶 提供試喝 教育部推出的結合旅遊 和學習中文的行程 詢問度也很高 中央社記者林鴻瀚 洛杉磯報導 中央社記者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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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山六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 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 分布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台灣和馬來西亞教育交流密切 自從2012年雙方互相認證高等教育學歷後 馬國留台學生隨之增加 近年許多國家也積極到馬國招生 包括新加坡 澳洲 中國及歐洲 都在馬國提供優渥獎學金 激烈競爭下 今年馬國赴台大專院校留學人數 約有16000人 雖然較上年度略有下滑 不過駐馬代表書認為 台灣良好的高等教育環境及豐富的產學合作經驗 依舊能吸引馬國學生 產學合作在台灣有非常耀眼的成果 從中學開始到大學到科技大學 產業都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一個後盾 那提供不管是在教授研究 或者是學生未來進入的學習 課程的多元以及實習的機會 產業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種產學合作的經驗 在世界上也非常少見 除了產學合作和創新教育 華語教學也是台灣教育一大亮點 代表處觀察到 赴台學習華語的馬國學生人數持續成長 馬來西亞有將近75% 都是非華裔的學生跟人口 他們也對於有足的語言學習是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們也預見學習華語的風氣會越來越深 台灣有61所非常優質的華語中心 也應該把馬來西亞的華語學習 當作一個拓點的對象 目前華語越來越受全球重視 駐馬代表處積極推廣學華語運動 也舉辦馬來西亞華語能力測驗 這項測驗採用歐盟通過的分級評量標準 據國際公信力 可作為各國人士 見地華語能力的有效工具 中央社會郭朝和吉隆坡報導 一個呢就是订入檢測試劑 第二個呢就是防抗紙啊 口罩啊 侧物elet這些工具 第三就是整条的调评 第四就是抗疫和整条的经验 也正在推进向有急需的国家提供必要援助 包括韩国、伊拉克、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大等等这些国家 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向世卫组织捐款 继续通过视频会、电话会等等这些多组的形式 支持防控和临床等中外的专家交流 支持向中国国师资费、中国技术中心等等 这些国内的工卫、伊拉单位 拜祝专家组与相关国家技术机构开展合作交流 各国各类政党在来电和来韩中国 普遍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的英雲林老 在疫情环控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确策、亲自部署、亲自主规 是中国各地迅速采取一系列举措 有效防止疫情蔓延和恶化的最关键之一 美国纽约州每年使用约231个塑胶袋 为了减少塑胶使用量 3月1号起 全面禁止商家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一次性塑胶袋 消费者改以购买纸袋或自行准备环保袋 这项政策利益良好 但部分商家表示 顾客支付5美分购买纸袋 是给纽约州做环保基金 以及落入地方政府的口袋 店家一毛都拿不到 而且纸袋比塑胶袋贵 竞速令势必会增加店家的成本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